接着看到为了让公共运输更精准满足需求 花莲县政府以公运网路级主题需求的双概念 市区的客运路线首次市办花莲市民小巴 共推出7条市办路线 其中2号线可以接送花农与国风学生前往补习街 不仅方便便宜 还可以减轻校门前的车潮拥塞 9月份启动的花莲市民小巴 其中2号路线车每个上课日下午5点半从转运站出发 展开学校到补习街的接驳服务 有需要的学生从校门口出来 直接在站牌前面上车就可以前往补习班 现在要去哪里 补习 补习在哪里补啊 民国路 那以前坐谁在 家人在 那今天坐这个车感觉怎么样 很方便 花莲市民小巴车身印有市民小巴 及路线编号字样非常容易清楚辨识 一台车可以载运6位学生 对于书姐校门口的拥塞车潮颇有帮助 其实我只觉得有这样的大众运输工具的话 对家长非常方便 而且这是县政府把持的一个市民小巴 让学生可以在上放学时间的时候 透过市民小巴 直接到随着民国路的美食街 或补习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便捷的一个同学的管道 毕竟如果今天一口气可以搭5到6个小朋友的话 就可以减轻5到6台车 那换句话说每天这样下来的话 大概评估下来可以减轻到三台的车流量 三台车流量来讲的话 对一个放学时段就是有影响的 华联县政府表示 迈向智慧交通市民小巴士 踩电子票证多元支付不收现金 线上转运站也可以提供订票服务 在试办期间也会依照民众搭乘滚动式调整路线 也欢迎民众和旅客可以多多利用 借旅会欢迎市报导